该不合撰写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 把刚刚的程式这一串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转移到VBA 那你大概至少要了解 它的程式的语法有哪些不一样 第二个 建专案的方法有哪些不一样 那你要怎么转换 所以第一个 我们环境我早上有提过 请你第一个打开这个resale 第二个的话呢 点选那个开发人员 开发人员一定要自己叫出来 预设不会打开 它的位置在其他命令里面的常用 常用里面的那个 在功能表上显示开发人员表 这要打勾 不过2010以后的版本 的设定方法又有点不太一样 不是在常用 它好像是在 大概是设定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什么 啟用开发人员标签 不过大概就差不多 反正那个开发人员标签 它预设是不会出现的 也就是说这个原来是没有 那除非说 你有开发城市的需求 你才会去把它打开 也就是说 所以有些之前有听过 那个办公室里面 有些同事都互相勾心斗角的话 就是他会 他不会告诉你 但他你可以看到 他有开发人员是打开的 表示他会写一些按钮 那那个按钮的好处是一按 就是事情就解决了 那你会觉得 这好神奇 可是你问他 可能不一定要告诉他 他说没有啊 这已经都有了 那你想怎么会有 他也不告诉你 慢慢的话 你都要 就是你要自己另外学 那那个VPA的好处就是说 他可以把你今天一整天的工作 可以把它写成一整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一执行完 你报表就产生了 事情就做完了 所以有些厉害的人 真的一整天的事情很快做完 但是他也不能让老板知道 所以他一整天就可以慢慢摸 摸摸摸摸 然后跟人家聊天 对啊 很轻松过一天的 然后东西就交出去了 这样不是很好吗 所以你会写成事跟不会写成事 我觉得差略还蛮大的 尤其在工作效率上面 真的是差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你会写成事 你下一次再按一下 又有新的报表产生 那你不会的 你又重来再做一遍 就差别在这里 所以当然相对的 如果可以 你就尽量可以把你的工作 整个全部串在一起 变一个程序 那如果会改变的 你就加一个变数 然后它input 就刚刚那个input就是变数 会变的地方就是一个变数 那你要把那些变数都抽离出来 然后慢慢再去 需要的改一下 改一下 那就产生你要的东西 其他都一样 只是变数部分不一样 所以你要去分析说 你这个案子里面有哪些是会改变的 你就把它抽离 把它写下来 对 然后进变数 给它名称 给它名称 然后input 不一定input 你可以用其他方式取得那个值 OK 那如果第二个 就是我们要来看一下 怎么写 一开启VIO BASIC OK 在那个 我们刚刚是启动Eclipse 然后接下来的话 在Eclipse里面是要自己建砖 所以特别之后 刚刚我们是从这边去new一个新的什么呢 新的一个project 在这边的话你不用建project 因为它已经预设率有了 所以你会发现VBA本身上方就是一个什么 VBAproject 意思就是它已经帮你建好了 你不用建这个专案 所以专案不用 但是你一定要建什么 建module OK 那刚刚我们是在SRC上面new什么 所以这边我们讲 在SRC按右键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module 那其实这边有点类似 在VBA里面 记得是在这个任何的地方按右键 这个专案的下方任何的地方按右键 插入一个module 就模组 所以VBA里面是写在模组里面 OK 所以我就插入一个模组 你会发现有一个模组 那 接下来的话 请你把程式写在这个模组里面 不过VBA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刚刚我们是直接就写程式在上面 但是VBA多一个 它可以分成好多个副程式 所以我们要多一个副程式的叙述 那怎么插入 上面有个插入 插入程序 程序的部分用sub 名称也许叫什么 我可以给它一个名称叫什么 叫 年底判障 那你会发现 它会多一个sub sub就副程式 也就是它的module里面可以切割很多支程式 那在那个python里面理论上我们就是单一个module就一个程式 差别在这里而已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去写刚刚那个程式 我就把它写在这个sub里面 那当然呢 第一个我假设 因为为了让大家比较能够明白 到底它两者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直接 拿它的程式 复制过来 直接贴到这边 改给各位看好了 我要贴上 不过因为缩排的关系 我把它untab一下 下一阶 OK 那理论上 第一个 第一行 在那个VBA里面 特别注意 不用转型 所以你会发现 VBA 我常讲 它比较有人情味一点 就是你不用转型 它也会知道 其实 你 你为什么会比较 而且用一个数字 用一个文字来比较 表示说你忘了转型 那VBA这一点 它还蛮有人情味的 好了 我知道你是 应该是忘了 没关系 你不转型 也可以 OK 所以特别之后 你文字 要比对 在VBA里面是OK的 不用转没关系 它会自己帮你转 那底下的话 input的 它不叫input的 它叫input box 因为它里面没有一个叫input的东西 它叫input box 它会跳一个讯息方块 然后请输入年龄8 第一个差异点 还有转型不用 OK 所以基本上 input box 改成input box 第二个不用转型 第三个的话 if 它也是if 后面一样是多逻辑 可是呢 它的冒号 在VBA里面不是冒号 它用in then 所以第三个差异 第三个差异 第四个差异的话 我们底下的逻辑 如果是在 在Python里面是lif 不过VBA的名称换了 它叫else if OK 加一个 多一个什么 lse 加一下 然后最后的话 冒号也是一样改成in 所以特别之后 如果你看到这个冒号 一律改成in就对了 然后这边的话l 改成l加se OK 然后 最后的那个l时后面不用冒号 它必须要在 最下面加一个end if 它有if 一定要end if 这样子的话 就OK了 那不过print了 它会print到下方 所以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然后它会 这边有个执行 有没有放这个程式里面 上面一样有个执行 再来的话 它有一个这个 printer 它也不是printer 所以接下来最后一个部分不一样 请你把print 改成 跳出那个视窗显示 然后那个跳出视窗显示 叫messagebox msg bux 它里面有好多个 干脆我用取代的 messagebox 把print改成messagebox messagebox kansl h 把它取代 把print全部改成messagebox msg box 全部取代一下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把程式 全部 由python 改写到 这个vba 然后我们看一下 执行结果一不一样 好 跳一下 执行 上面也是执行 好 请输入年龄 我输入25岁 按个确定 那特别注意 我输入一样是文字 但是它蛮贴心的地方是 它没转 我没转型 但是它也接受 确定 有没有 青年 那messagebox在这里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只简单让大家了解一下 基本上 其实 它是有差异 但是我是觉得差异 大不大 好像 不过好像记得东西也不少 对 OK 好 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这个我想 紧攻各位参考 因为未来 你们应该也会遇到 我到底应该用哪个工具比较好 如果你两个工具都可以 可以会用的话 那你有选择权 那如果你两个工具 只会其一的话 说真的 你已经在eshell里面 我是建议 用vba最简单 为什么 因为它本来就像你在台湾 跟在国外一样 OK 如果你是本国 你就本国很轻松 你买东西 你也不需要拿护照干嘛的 但是 如果你出国就不一样 所以python要来处理eshell的档案的资料 有时候相对还是比较麻烦 虽然它有很多简单的方法 可是我觉得还是没有vba来的简单 OK 里面大概有几个 一 input的改input box 二的话就不用转型 三的话就是冒号改成rem 所以这个后面的冒号都改成rem l if 改成l4加se 然后最后多一个end if 并且把print改成messivebox 这样就OK了 另外我在云端上还有分享 你不是只能用input 因为你会发input太麻烦了 你会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干脆拿eshell 直接做输入跟输出 也就是比如说我今天不要用什么 不要用这个input box 我直接在这边 直接请你帮我输入 哪里在这里 我把结果丢到这边给你 就是直接把eshell 当成是输入输出的一个平台 其实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点各位 试着把python的逻辑判断 把它转到VBA VBA记得就是第一个 不用建专案 但是你需要建模组 第一步就插入模组 反正以后你要撰写VBA的话 第一步骤记得就是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插入程序 记得插入程序 程序名称 我叫 你给他一个中文名称也OK 英文名称也OK 然后试着把刚刚的程式 稍微做一个修改 好 好 好